在立法院为了中国学生的修正法草案 没有想到国民党以突袭的方式 在昨天让民进党复议失败 也气得民进党 立员党团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强调除非这个案子重审 否则将要关闭朝野协商大门 又是一波议事冲突 国民党强度关山 会议主席为吴玉生发动突袭 硬是封杀了民进党提出的 中国学历复议案 事隔一天气坏的民进党立员党团 全员到齐强烈反击 没有签议人数 没有标签 就发通过 所以我们没有信任 掌握这个标签的结果 这现在有跟王军兵一定说 你这个事情如果中共没办法改冠 我们要关闭政党协商大门 这个是各说各话 各有理由 不过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协调 那希望呢 经过彼此先互相沟通 讨论以后取得谅解 立法院长王金平低调回应 民进党的关闭协商说 不过民进党说 关闭协商可绝不是说说而已 党团认为如果放任国民党 这一种违法乱纪的事情 继续下去的话 国会的意识运作将会沦为 国民党多数践踏的一个场所 国民党必须要重回 这个内政委员会 致死无效 那么重新再启动 所有这些审查的工作 那么这个事情没有获得解决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跟国民党 再理性做协商 孙悟生 言公悟 我要通过的就让你们开会 我不通过的就瘫痪意识 霸占主席台 那请问这是国家的民主支付吗 我不相信民进党可以关闭协商大门 就一直关闭下去 那这样的话 他的三日几席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就变成没有意义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 因为从此就这样认输 就这样认了呢 虽然民进党只有33席 但是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 就算我们只有一席 也应该要遵守议事程序 难怪马英九没有民主素养 难怪国民党的委员 也没有民主素养 所以他们可以用多数的暴力 完全不顾议事程序正义 吴玉胜的话说的挑衅 民主党要国民党懂得尊重议事规则 中国学历案 朝野还有的角力 民主党注明